中国如今已然步入双航母时代 但是全新的舰载机却迟迟未曾露面 这也成为了外界常常攻击中国航母的一个借口 不过就在山东号航母服役当天 解放军少将却意外透露了中国未来舰载机的消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歼15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重型舰载战机 自服役海军航空兵以来 就肩负着守卫深蓝的职责和使命 如今伴随着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海南服役 歼15也再一次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征程 曾经有消息人士细称 歼15飞行员选拔标准堪比航天选飞 为选拔首批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中国空海军联合工业部门科研院所及医疗系统的有关专家 在全军战机飞行员中进行了层层筛选 选拔标准堪比航天员 某些条件甚至更为严苛 当时还有人透露 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 飞过至少5个机种 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 其中三代战机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 并且多次参加过军兵种连演连训 重大演习任务 这样的标准下 能够入选名单的几乎都是所在部队的种子飞行员和重点培养对象 这样的选拔活动既保证了舰载机飞行员的个人素养 也刺激了更多的飞行员朝更高目标奋进 为中国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 当然眼看着中国步入双航母时代 不少中国网民也开始有了疑问 中国何时能够拥有第二款更加强大的舰载机呢 近日解放军少将伊卓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意外谈起了中国海军舰载机的未来发展情况 据伊卓少将称 中国中央早就在舰载机方面下过死命令 中国是不会接受在舰载机层面上 与其他国家存在代差 在海上平台的作战飞机上存在代差 这对中国的海上空域作战是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上在近些年 美国开始大量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 出售F35B 针对的对象无外乎就是中国 因此这也刺激了 中国开始投入大量精力在舰载机的发展上 关于新一代舰载机何时出现 伊卓少将透露 中国的下一艘航母很可能会采用中国军迷们 七代已久大甲板 电磁弹射装置等技术 各载的舰载机编队也将大幅提高 远超如今的山东舰和辽宁舰 这一数量至少在60架以上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或将正式公布新一代舰载机的卢山真面目 有意思的是 也不知道是故意为之 还是无心之失 在访谈中 伊卓少将表示 未来的舰载机编队 会采用四代机和五代机结合的方式 而五代舰载机的队伍序列中 必定有歼20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 此前网上流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黄色涂装歼20的照片 很可能就是经过改良的舰载机版本 这和此前网上不少预测截然相反 已经不单单只是歼20换装新发动机这么简单的事情了